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独门技术称霸全球市场 而技术有了 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来自香港的成润生 曾经在欧洲知名纺织业担任要职 非常熟悉国际贸易之道 一个研发技术 一个拟定行销策略 不只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 这世界顶尖10大企业当中 至少两家是他们的客户 年营收轻松破译 传统纺织场要织一块布 你可能需要上百个筒砂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两三个筒砂 就能搞定 在全世界可能有上千台 那这机器呢 它最大好处就是拿一颗砂 然后就可以打出一个样布 这台百万起跳的自动缩织打样机 颠覆传统织布逻辑 电脑化的驱动器可以随时更改设定 再加上体积小道可以放在办公室里 能够织的材料更是五花八门 比如刀哥不破的防弹衣用料 Cavler它织得出来 汽车安全气囊到人工血管都难不倒它 有一些砂种它可能是比较敏感的 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一台 因为它这一台的特色 是这个中框的高度呢 我们可以去设定 因为假设今天有些砂比较脆弱的话 它如果你全部打开的话 它的砂可能容易转 从二十年前最初研发 到如今的第四代版本 缩织打样机的幕后推手 是电机系毕业的钟日龙 从小在云林纺织厂长大的他 在筷石上崛起的年代 看到新商机 消费者大概可以看到好多漂亮的衣服 大概都很好 可是对纺织业者是很大的挑战 那所有的纺织业者 都遇到新的样品要很多 然后量很少 焦起要很快 那这个挑战很大 而且整个市场都要流行这个 你做不到你就跟不上市场 看准仿机业 遇到筷石上流行的困境 钟日龙运用理工专长 开发新设备 不过高单价的机器 最怕的就是卖不出去 这时他想到了 在工作上认识的香港前辈 陈润申 香港理工大学纺织系毕业的成任生 任职欧洲纺织大厂亚洲重要职务 四十岁时正好准备直崖转弯 钟日龙飞到香港谈了好几天 两人理念一拍即合 和股东们凑足三百五十万台币后 就在台湾决定共同创业 所以我们后来的合作 就不止说 透过他的力量 去行销到全世界 包括在公司所有的管理上面 包括公司所有的产品发展上面 都有比较跟 我们台湾传统本地 有一些小宝不太一样 香港受到历史严格影响 拥有不一样的国际人脉 台湾零件取得容易 制造能量充沛 钟日龙和陈润生 两人惺惺相惜 讲好公司企业文化 就是公开透明 一个拼世界行销 一个精于研发 分工清楚 二十年后的现在 营收稳定破译 市场嘛 因为其实是我们其中一样产品 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研发 不同功能的产品 绕砂环在滚筒上 不停地转动绕砂 横移动作控制着砂线位置 各种砂线经过整经机 排列组合出所需花色 这是织布之前最重要的制程 新机器的特点是用量减到最低 一个筒砂就能完成 最大好处是省钱 它整经的时候 它的砂不会全部用完 它可能每一管都会剩一些砂 我们在那个产业界的数字叫管底砂 比方说这个颜色的砂 我还剩那么多 但是我就把它摆回仓库了 我下次再把它拿出来用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进了仓库的管底砂 仍是公司的账面资产 积少成多也是恐怖开销 省钱又环保的新型整经机 令其他仿制业者趋之若鹜 不过千万台币的机型 需要更多的解说和说服 也让公司团队 即使在疫情期间 跨国视讯会议从不间断 森林雅月市长 所以他需要那个 又使用便宜 那我们可以把 我们把那个功能加在一起 把那个 已经跟支部的功能合在一起 原本台港之间 飞来飞去的钟日龙和陈润生 卡在疫情已经一年多 没有碰到面 但是两人成了最紧密的网友 为了贡商公司决策 两人最高记录 连续视讯七小时 面对疫后经济 他们都很乐观 其实我觉得疫情过后 市场上对我们这个产品 最高很高的 小两个嘛 刚刚买也不会这么多 潜在的客户是非常大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又扩展到 那个非传统纺织的 这个领域就更大 只是说这些人要找到他们 就不容易 找买家一直是所有产业 最大的挑战 钟日龙和陈润生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成功突破局限 目前客户只有一半在纺织业 另一半客人分布从世界级 超级顶尖企业到层级机密的 太空军事产业 也成为亚洲纺织界 不容怀疑的隐形台湾之光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吴轩怡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吴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